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斯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搞笑丧尸片《果阿猎人》 故事开始,为了方便大家区分 右边的就叫熊大,左边的叫熊阿 而这个嘛,就叫熊三啦 他们三个是室友 本来,三基友一直过着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 直到有一天,熊大有了喜欢的妹子 决定从此改过自新,不再与基友私混 自此,友谊的小传说翻就翻了 可熊大第一次与妹子约会 就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个备胎 于是伤心难过,一蹶不振 这天,熊三回来,说明天要去省城出差 熊大刚刚失念,想去省城玩 治鸟爱情的伤疤 于是乎,三个基友一起去了省城 来到省城,三基友直奔会所 泳池里,熊大一丝不挂的在里面翱翔 突然,一大熊妹跳入泳池,向熊大游来 无意中发现,熊大没穿小肋肋 穿好小肋肋后呢 大熊妹告诉熊大,今晚有party 毫无疑问,熊大肯定是会去的 于是,熊大拉上于自己一丘之合的熊阿 可问题是,两人平时挥霍五度 现在身无分稳 一合计,决定拉上土财主熊三 在双熊的软磨硬泡下 熊三最终答应了 晚上,三熊乘着快艇来到岛上 熊大一眼就发现大熊妹 高潮满载,每条两个回合 就拉着大熊妹去沙滩放飞自我了 熊阿也不赖,也找了个妹子去沙滩放飞自我 只是熊三太过老实 一个人独自嗨 另一边,party进行到高潮 举办者金毛师王开始兜售最新的药物 所有舞者在药物与音乐的伴奏下 飘飘欲现 隔天一早,岛上异常安静 突然,一个老伯被一群人咬住 这,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丧尸吗 来不及多想,三熊撒腿就跑 好在丧尸行动迟缓 三熊很快就将丧尸甩开 此时,山顶传来大熊妹的求助信号 于是,大家又赶到山顶救出大熊妹 原来,昨晚大熊妹室友参加完派对后 变得异常生猛 将其他两室友咬伤 还好自己腿长跑得快 在屋内逃过一劫 救出大熊妹后 正欲往山下赶 恰好碰上三个被丧尸感染的室友 凭借男人的力量 勉强将三女子制服 就在此时,party的组织者金毛狮王出现了 金毛狮王首先对他们搜身 确认胃被感染后 向他们袒露了事情 原来,丧尸是因为昨晚的药物而起 药性太强,吃完不消化 于是就成了丧尸 当务之急就是离开这里 可现在地处荒岛 下一班游轮将在两天后到达 就在金毛狮王绝望之际 熊二想起了来时的小快艇 于是大家去海边寻找快艇 很快就在海岸线不远处 发现了那艘快艇 只是快艇上坐着一个 变成丧尸的妹子 熊二发挥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上前与丧尸妹子谈判 让她归还快艇 可丧尸妹子因为不懂人类的语言 最终谈判破裂了 天色也渐渐黑了起来 大家只好暂时离开 看来只好等明天再过来取快艇了 很快就找了一间三间别墅 大家安顿好话 金毛失望于助手要去处理一事情 嘱咐大家锁好门窗就离去了 这么好的机会 熊大自然不会错过 于是悄悄溜到大兄妹房间 准备一番云语 谁知碰了一笔子会 接着熊二也碰了一笔子会 不久一丧尸冲了进来 接着成群结队的丧尸也冲了进来 没有办法 大家只好年夜转移阵地 隔天一早 三熊与大兄妹来到举办party的沙滩 要去找快艇 就必须得穿过这片沙滩 而这里潜伏着大量的丧尸 稍有不慎就会被丧尸吃掉 话未说完 成群结队的丧尸就围了过来 熊三因为与大家通散 被丧尸杀害 其他人与赶来营救的 金毛狮王会合 性命遇难 就在大家为熊三的死难过之际 熊三打来了求助电话 现在被困塔楼 于是大家又折回去救熊三 来到塔楼下 因为丧尸实实在太多了 金毛狮王独自一人 将所有丧尸吸引过来 为营救熊三创造条件 另一边 熊三发现一个制胜法宝 只要将毒品抛洒在丧尸身上 就可以让丧尸安静下来 从而达到免被丧尸伤害的效果 说白了就是以毒攻毒 明白这一切后 熊阿将毒品抛洒 在空中 会议后的金毛狮王将毒品打爆 粉末泡洒在丧尸身上 最终丧尸安静下来 大家得救 临走前 熊阿还不忘调戏一下丧尸妹子 当五人乘坐快艇 离开小岛 来到岸边后 发现春砖被毁 生灵涂炭 毫无疑问 丧尸病毒已经由小岛 扩散到岸上 一场更大规模的丧尸大战 即将打响 微博关注 唐思念说定 并参与互动 每周都能领取 我送出的福利哦 赶紧行动吧